Library.vtc.edu.hk 這是我們Library的網頁 Library.vtc.edu.hk 看看我們究竟VTCLibrary 現在有什麼書庫呢 就在e-resources裡面的e-book 剛才如果我做過下載帳戶的那些 其實都會去過這個步驟 首先選擇e-resources 然後選擇e-book 我先放大這裡 e-resources e-book 剛才我不是說過 CAPI Lessure & Tourism 或者CRC Netbase 這些都是unprotected的PDF 即是你可以下載的PDF 譬如我去 CRC Netbase 直接按這個 CRC Netbase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出這個版面 這是一個desktop的版面 有可能是去到mobile的版面 我個人的取向 其實我不太喜歡這個mobile 你可以去到最頁的地方 選擇一個desktop版面 就會回到這個版面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engine的人 我就隨便選一個 譬如我去environmental 就是這樣 譬如我選擇一個 比如Air Quality 這個版面 你會看到這個版面 它很齊整 by chapter 逐個 chapter 逐個 chapter 是一個file 我先看一下 它有沒有整本下載 它有沒有整本下載 譬如我們先試一下 我下載一個 chapter 反正幾百K 如果你選擇了第二本書 你會看到幾十Mb 那些 你就不要花時間 那些 找些幾百K 使用 iPad Android 出來這裡有少少不同 一會兒我會叫Biu試 不如先說iPad iPad 你見到 在櫃圈裡 已經開了PDF 今天我們進行PDF 首先我們介紹 用Adobe的Reader 怎樣去Adobe的Reader 首先就是 正中間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 右上角 就是open in 什麼 第一個選擇 它給我 是pubbleReader 不適合 另外一個 就叫open in 點點點 按完這個 你就有得選擇 我就選了AdobeReader 就開了這一版 交替給Bill 講一講 剛才的步驟 Android 會遇到什麼情況 應該怎樣行 Android 那裡會開發 那裡會有少少分別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稍後在Android這邊的DEMO 我們都會用FARFOX去試 我們可以看看CAB e-books 拉下來 其實下面這裡 就是我們可以看的書 我們可以隨便選一本看看 CAB e-books 也都可以逐個範圍選擇來看 這裡會有少少不同 你一選了View Chapter 那時候 它會下載了一個PDF file 我們拉上面那個Status bar 就會看到我們其實一直下載一個PDF file 下載完之後我們可以開啟它 因為我現在的Default 其實Pan是未Default了一個Reader 我們現在暫時可以用AdobeReader 出來的畫面其實跟在iPad那裡都會一樣 剛才補張的CAB e-book 首先你可以鎖入 不過我覺得鎖不鎖入就分別不大 你看到這個版面 其實分三部份 第一個就是中間部分 第二就是左、右 即是左、中、右 左、中、右的意思就是 你點左邊 它會走回前一頁 因為我去到盡了 去右邊就退後一頁 按左邊就退前一頁 不過我習慣撥 我就習慣了撥 即是右手邊撥去左手邊就是下一頁 一直撥過去 或者反過來撥都可以 Android 我不知道撥不撥到 我試過舊的那部是撥不到的 不過還是左、中、右的意思 中間是什麼呢 中間就會撈出一個Menu出來 你看到下面有一條 上面也有幾個按鈕 OK 首先 當然 如果我們現在說這個器材 也就是一個很基本的動作 除了轉頁之外 你可以放大 你可以縮小 是吧 剛才我們試過撥 轉頁就不用等 就是我剛才這樣說 如果你下載了一本書出來 就不用等 但是一般如果你習慣的 不是下載的Ebook 你可能會發覺下一頁 要等半分鐘 一分鐘 等它撥出來 現在你會發覺不用 另外 剛才說過 我按中間的位置 你就會看到一個Menu走出來 我先說下面 下面 你就會看到 下面有一個頁走出來 其實你可以中間 直接跳去其中一頁都可以 就可以用下面 另外 你可以在右下角 這裡有一本書仔 其實你可以跳去其中一個chapter 因為我只下載了一個chapter 我不知道它是否有chapter 這個沒有的 OK 我可以試試開第二本書 試試看 這本 這本是Cabi整本書來的 所以你看到291頁 你看到Cabi的logo 我就按回中間 你看到右下角有本書仔 你會看到整個table of content 走出來 我隨意中間去哪一個chapter 即哪一個chapter都可以 用法都是左右揭 在Adobe reader裡面 亦有一些功能可以用 譬如它可以highline 因為PDF沒有期限 其實你可以下載了一本書 你用幾年幾十年都可以 其實這本書 當然我做了highlight的東西 我做了highlight的東西 亦都跟著這本書 即不會走出去 我可以highlight 我可以 我可以strike out 也有一個功能 譬如我不知道什麼叫做tourism 你看到有一個define 按下去它有一個字 我可以告訴你 tourism的解釋是什麼 這是一個define 當然我剛才說過 就是 對不起 還有一件事 就是可以 我按中間 我按中間就看到menu 你看到上面 有些功能 漏了一件事沒有說 就是如果你發覺 你不是一直這樣揭 你是上下 即你不是左右去的 你是上下去的 其實你在這個眼仔那裡 可以教的 你發覺現在 你的模式是single page 還是 continuous Continuous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這個 上下去的 即是看個人喜好 但如果 剛才我這樣說 好像在地鐵看一本小說 其實應該這樣 左右揭就應該相似 另外還有一些功能 譬如 右上角 這裡有一支筆 你也可以 就這樣 自由描寫 譬如 我說 我說 這 也不要說 這個 整段 非常之重要 打粒聲裡 也可以 這些 做完之後 我按save 一定要有一個全體搜尋的功能 我可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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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選擇 我可以選擇 我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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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我們是iPad 不同的地方是我們比較喜歡 比較有興趣就是要下載整本書 因為你會發覺我一直在轉頁 是需要時間去下載的 我剛才按了 有一點點抖一抖 現在才轉 因為我們有興趣就是要下載 你看到這裡的按鈕是下載 我先按下去 有沒有意外呢 它就叫我鎖入 剛才有些同事可能已經鎖入了 或者剛才也已經有個帳戶 我現在先鎖入了 剛才有人問究竟我鎖入了沒有 其實很容易看到 我先放大 我先看看 你看到頂部 你都會發覺 sign in as 什麼 你看到這個 即是你已經鎖入了 我們就可以再下載一次 你看到這個版面 就是剛才我說了 有兩個分別 一個就是下載一部分 就是一部分 這裡說明了 最終六十頁 或者下載哪個篇 下面就是下載整個 它說明 這個是 新名字 剛才我說的 ACSM 是舊名 Adobe Content Server Management 是舊名 現在我們先不說這部分 我們先說上面那部分 譬如我現在下載哪個篇 我下載這個篇 之後 你縮小的 在Glock頭上 是OK的 OK 它其實就會下載 PDF 就是那個篇 這個可以開到 是不是 三號 來 這部分 從來 這裡 你 對 你 這部分 都有 有